我觉得应该向前看 应该往未来走 我说我心里过的大坎是指 不少人问我 说你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冤狱 你为什么不恨那些曾经整过你的人 你为什么说你不去追究这些具体办案人员的责任 我也是确实经历了很多生生死死 当你真正要经历影院案平反的时候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如果说我天天去想 张三 李四 王五 谁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怎么样了 那么谁做错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如果你天天陷入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 就意味着你还生活在牢笼里面 我觉得应该向前看 应该往未来走 看视频 上澎湃